在主人陪陪陪伴下 机灵又敏感的溜溜 不自觉在暖暖运动公园内奔跑起来 不过毕竟是让民众运动休闲的主场地 必须另外规划一处毛小孩的专用运动休闲区 就在跑道旁边的边坡上 其实作为市主来讲 会希望就是我的毛小孩可以在一个安全的环境 就是周围是相对安全的地方 然后有一个比较大的场地 可以让他们放风尽情的奔跑 因为像一般的话 在路边其实相对都是比较危险的 而且可能有车子的鸣笛声 小朋友其实都会吓跑 那有过看别人这样的经验的话 会希望就是作为一个市民 能够在暖暖区有这样的地方的话 会觉得非常的幸福 我的毛小孩也会非常的开心 机动市议员李敏勋特地邀请市政府 产发处动保所人员 以及宠物公园评估规划公司人员 和民众以及毛小孩 到暖暖运动公园内这里现场勘察 李敏勋认为 目前在全市评估设置宠物公园 所有条件的地点中 这里最适合 因此积极争取市政府将宠物公园 设置在这里 所以目前在这个选址的阶段 我看了很多地方 那包含这个望海巷 包含这个必杀鱼港 包含我们那里运动公园 跟很多可行性 七区都有设置一个地方来做评估 那因为它宠物公园的设置 必须要超过2400平方公尺 那最好地幕是我们这种室友的土地 那这个整个面积啊 跟土地跟 等等条件之下 目前看起来我们暖暖区的运动公园 是最有机会来成为本市首座的这个 宠物公园设置的地点 那我们也希望说这边 明星这边会来全力来争取 那建议市政府来在暖暖运动公园这边 来做一个我们本市第一座的宠物公园的设置 那我们会努力来争取这个经费跟预算 那希望说可以让我们的毛爸爸毛妈妈们 可以有一座带着毛小孩来放电的一座宠物公园 那我们希望设置在暖暖运动公园 原本基隆市第一座宠物公园 非常有可能将会落脚在中正区必杀鱼港 不过因为一些因素出现了变数 而在掺着其他地点的评估条件后 市议员林敏勋表示 在暖暖运动公园内规划一区作为宠物公园非常可行 因此积极争取 如果陈真将是全基隆市第一座宠物公园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